所以刚刚第一个啦,我们要利用这个pn2.5的 那怎么样把它做解析啦,当然我刚刚提过你可以贴到genedit然后去分析一下 它的物件基本上是recourse这里面 那我把recourse里面的这个key抓过来,可以得到它后面的value 然后再针对它里面的每一个它的key去抓到它后面value 所以其实jackson它有一个比较一致性的一个结构就是说 第一个啦,如果你是大瓜糊的话,里面一定记得大瓜糊里面一定会有key跟value 那这个大瓜糊其实在如果python里面的结构的话,它就是所谓的字典 那字典的话有点像前面是怎么样,为什么要字典呢 其实前面的就是一般叫key啦 就是你透过key就可以抓到后面的,后面叫value key跟value的架构 有点像是那个如果用ecel来想象的话,就是栏位 A栏的话是编号,编号一定不会重复嘛 通过编号去抓到后面的资料 那其中的话呢,我今天呢 第一个啦,当然我一定要先把资料抓下来 所以我要怎么样把资料抓下来 抓什么,抓这个资料先抓下来 抓完之后再解析,所以我们可以拆成两个部分来解决 第一个,如何把这个资料给抓下来 当然你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用credit table来抓 很抱歉,create table只能抓csv跟那个什么 跟那个就是table表格 但是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是超过了 OK 虽然他很好用啦,很简单 但是这个他没办法 那怎么办呢 那根据很多方法 其实你会发现,光这个有些解法的话 网路上其实讨论就蛮多,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自己 网路收一下vba,那我后来发现 有一个网站其实蛮好的 这叫装身趣味,我觉得这个学生其实还蛮认真的 因为后来我发现这个学生他有上过我的课 东吴那个推广部那边的课他有来上过 然后他回去都有做一些整理 他在部落格里面也有提到我啦 然后他就整理了出几个方法 vba如何抓那个jackson的资料 他还版本1,版本2,版本3,最后一个版本4 那其实哪一个最好啦 后来发现其实最终还是版本4应该是最恰当的 当然版本3也不错啦 只是说版本3他需要什么 版本3,版本2我看 版本2好像他有外部有用一个 外部的一个function 但是这个function又要另外再抓 所以呢 发现其实最终用那个 版本4应该是最ok的 版本4 那版本4到底用了哪一些东西呢 其实 主要的话呢 还是利用第1个 用http file 这个物件去抓什么 抓那个网页的资料 原始码先把它抓下来 然后再去解析他 所以第1个的话我想我们直接来看一下第4个版本好了 因为我觉得前面当然我有铺成一些啦 比如说像你如果有2019的版本的话 那你可以用这个功能 但因为我们这边没有 所以这个功能是不存在的 那当然也没办法讲 但如果你有最新版你可以自己试试看 从json直接就可以把它汇进来 他的结构还是要有json概念喔 不然你用这个功能还是不会用 点他之后的话 把那个网址给他之后 里面你会发现他的key就出现了 那我就抓最后一个 然后呢就把他里面的key里面所有资料呢 通通都复制到一个 资料表里面 他就通通下来了 那当然啦如果你有这个功能 一样你可以用录制聚集 所以后面其实有演示 就是如果你用刚刚的方法你可以做完之后 可以把它录制下来 以后的话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可以把网络资料通通直接呢 不用再重来了 直接就清掉旧资料 那你就可以直接把那个json直接抓下来 ok 里面录下来发现 他其实就是会用到这个物件 当然至于细节 你会发现哇他层次码非常非常的多 这个就可以弱了 ok 因为目前我们这边的电脑没有这个功能 所以这个也许你大概有个概念 如果你假设你家里的电脑 比较新的话 也许你可以练习看看 就是 用那个功能 然后再把它录制成聚集 稍微观察一下 其实大概 大概会长这样 但是呢 我上面有补了一些 这个程式 这个一定要自己补上 因为自己要自己把它 里面的话 第一个要先清掉旧资料 另外的话呢 可能还要注意一下 因为他这个quitless其实他就是add的话就增加一个连线 所以如果那个连线太多的话 可能要把它delete掉 不然的话会发生错误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要自己先删掉旧的 否则的话呢 连线会失败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所以呢我们就要找 如果没有 这个方法 那我们当然就要用新的 就是其他的方法 那其他方法的话我底下有 如果是旧版Excel 应该是2016吧 我刚试一下 2016好像也没有 那可以采用那个什么 这个 网路上 装身趣味这个 里面的相关的说明 那其中的话我发现 因为是每个版本我大概都有试过啦 后来发现其实第四个应该是最 最好的版 这个 这个 解法 那如果当然你不用其他方法 因为我最早想说 那我用切割的 不过后来我发现切割 哇 诚实写出来越写越复杂 太复杂了 所以这个第1个方法不OK 所以后来的话呢 慢慢慢慢我就 用了其他方法 比如说还有 网路上还有那种 免费的模组 这个模组可以装进来 但是还是没有 太方便 因为你要做很多事情 所以最终的话 我是建议干脆你就 直接找那个最佳的解法 后来发现最佳的解法 应该是在 云端白板上面的第13页 OK这里啦 那不过这里的话呢 你会发现 光程式码就一堆了 因为第1个的话 我们需要先利用什么 利用有一个物件 叫做msxml2 这个 其实叫做 这个xmlhttp的物件 那这个物件 主要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你们可以先把这一段 先复制一下 找到那个第13页的地方 那这个等于是给各位单个范本 这个范本主要是说 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把刚刚的这个原始码抓下来 这个原始码 把它抓下来的话 那其实 你可以用这个范本来对应 那怎么做 一 请你找到 这个 下载 先下载资料下面这一串 然后把它Ctrl-C Ctrl-C之后 其实 它这边会产生一个所谓的http的一个物件 这个物件里面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呢 就open 一样用get get的话 其实之前有讲过 就是 把网址列上面的东西 直接 等于有点贴上 所以你把第1步 请你找到第13页里面的这一段程式 Ctrl-C 第2步的话 请你把它贴到哪里呢 贴到我们的 也许你就开一个 空白的一个档案好了 也许我这边 再新增好了 新增一个空白的档 我把这个先 先关掉 OK 开一个 OK 接下来的话 你就开发人员里面 把那个程式贴上去 贴还记得吧 你就开启这个开发人员video bay 记得哦 按右键先插入一个模组 然后呢 在这个模组里面呢 就把刚刚那一段程式贴上 记得哦 一定要有sub 名称就是 htmlfile-cjson-1 其实这个程式还蛮单纯的 第一步就一样先把资料清掉 所以如果里面有资料的话 第二步的话呢 其实就产生一个物件 这个物件就是 我们取名 这个是我们自己取的名称叫htt 实际上就是这个东西 它有版本 msxml2 不过这个 暂时你就用code好了 不然的话 它有很多别的 别的名称 所以我们先用这个 然后呢 我们产生这个物件之后的话 它有个方法叫open open的话呢 我们后面必须要给三个参数 get 那第二个参数里面是没有的 所以请你把这个地方贴上网址 网址的部分的话在哪里 还记得吧 在那个 我们悬浮为例这边 减4资料把这一串 资料下载网址c 记得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 有没有第2个参数里面 第1个是get嘛 第2个参数我把它 空白你把它贴上就可以了 那第3个是false false的话是要不要做同步 这个同步资料不要OK 最后的话send 点send的话意思说我把这一串讯息 直接就send给那个主机了 那个主机就收到你的需求 因为他这有点像一个 需求是request 你主机我需要 这个网页里面的资料 那他为什么吐回来给你 因为你有一个request send是一个 传送需求 然后他会用 点respond 有没有 这边有个respond test 意思说 那我把 这个网页里面的这个 这个东西 把它当成一个文字 把它丢回来 丢回来就respond 所以这边的话会得到一个respond test的一个属性 那这个respond test里面的属性 其实放的就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放这个 有没有 后面这一串 这很乱的东西 就会丢到哪里 那我先丢到range 就a1好了 所以第1步就ok了 所以如果把它run 如果你把它runrun看 如果成功的话 应该看到的结果 应该会在a1里面看到这些东西 有没有看到 就等于是说我们在网页上看到东西 现在已经到a1了 好 第1个step ok了 但是第2个step 所以我们已经有原始码了 第2个step就是在 那可是问题他东西给我了 但问题我要怎么解析他 你总不可能把a1放在这边 那这些东西怎么办 难不成你将来 你难道要用什么呢 用Ctrl-C、Ctrl-V慢慢去整理吗 那不得了 这好像是70笔资料 那其实当然需要什么 这个就栏位名称 这个后面的资料 等于是都是1、2、3、4、5 哪一个策站 哪个限式 然后pn2.5数字 然后哪一天测的 这个是日期时间 然后这个单位 所以要怎么样再把它分开来 所以这是第2个step 怎么把它分开来这件事情 当然是Jetson里面最麻烦的事情 如果可以解决的话 那就简单了 所以以后你也可以类似 反正你看到Jetson你不用怕了 即便你不是最新版没关系 所以待会再来看 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那个 我放在云端白板上面的第几页 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第13页的地方 然后可能要自己贴这个网址 所以这个地方网址 我看要不要把它 放大一下 这个地方可能 还是 里面我刚才打个网址好了 OK 这个可能要自己再补一下 画面先切回给各位 这边有退回